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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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阿伯 我現在來給你介紹 蜜蜜這種題 就是說,蜜蜜一般有分兩種 一種是既成的蜜蜜 一種是蜜蜜的 其實蜜蜜是因為蜜蜜 或是白痘來引起的蜜蜜發炎 喔,這樣喔 一般來說 蜜蜜有一些陣頭 就像發燒燒得很高的 或是穿起會很急的 阿大嫂騷不停 有時候,心肝頭也會痛 阿湯會變得很多 而且可能還有會溪喔 喔,這樣喔 但是如果說 小孩子感到蜜蜜 可能就發不太明顯 這就要加加注意一些 或是感覺怪怪 不放心 就要去看醫生 蜜蜜如果是小睡 鑑亮陰氣的 經常有發燒 穿起不順 心肝不痛 這就要用控身手來治療 差不多七天到十天就好了 那是因為白痘鹼陰氣的蜜蜜 雖然比較沒有發燒 心肝痛的問題 但是會常常穿起不順 打掃 喔 這種白痘陰氣的蜜蜜 一般來說是比較輕味的 它常常會自己好 但是對我們年會比較大 或是月光蜜蜜蜜的人 它會變得比較嚴重 比較危險 喔 對… 月光蜜蜜蜜 或是月光蜜蜜 或是月光蜜蜜 或是月光蜜蜜的人 較有可能會感到蜜蜜 萬神蜜蜜 就是蜜蜜超過三個月 就叫做萬神蜜蜜 這款的環節很多都有蜜蜜 喔 喔